到此一題,我們現在有一個半圓形ABCD 如果BC是等於CD的話呢? 問你ADC是多少? 這個時候你會看到,如果他無緣無故跟你說BC等於CD的話 我們應該會知道兩條這樣的弦一樣長度 通常只有兩個做法,一是等Y3個型 等Y3個型,你會自己加一條這樣的線 加一條連起D和B 有機會要做到的,但未必是最容易的做法 因為我們在圓形中更加特別的就是 如果弦是一樣長度,他們的圓周角都會相同 所以其實這兩隻角會相同,大家可以叫做feater 同時間第一句,他說ABCD是一個半圓形 我們很自然會有一個半圓上的圓周角 就是這個ACB,這個是90度 那你找到那個ADC的尾價 應該就差不多了 因為那隻28度就沒有用過 我們想想怎樣用 看著這兩隻角,其實你會看到 ABCD是一個圓內接四邊形 這個是我們Step Zero要自己看的 原來接四邊形的話,即是對角加密180度 所以我們會有兩個feater 再加28 再加90度 再加90度 就叫做180 所以你可以計一計 以180-28-90是62 所以兩個feater就叫做62度 那feater就叫做31度 如果你明白這件事的時候 你最後要找到那隻ADC 這樣也不難吧 你看著ADC這個三角形 那你會看到那隻ADC 就會是180-feater 即是-31 再加28 所以最終你應該計到是121度 所以答案會是BOY 在那邊應該要找到這次 我就來看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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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得了